我跟朋友们大家好 有钱不买收音机 就听炮热吹牛逼 我们来看一下 雪山号称雪山第一的宙斯普陀 跟一个翻寸打单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对面是一个魔翻寸 我跟你说魔翻寸打单挑特别厉害 我跟你说 一把分身一把电无敌 我跟你说 魔翻寸因为没有牛进 不能加杆子变成一个交农卡片 交农卡片自带杆子顺势二位锋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普陀比较厉害 还是翻寸比较厉害 反正魔翻寸打单挑是很猛 是真的猛 OK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的话出了一个 法宝宝 一个单法的法宝宝 因为普陀三防御比较高 对面的话 普陀三的话很有套 他为什么要平卡呢 他不是因为自动 他是有一个巴蛇卡片 巴蛇卡片是有个高级毒的效果 他给对面丢高级毒 你还没有 对吧 一把毒的话 单挑这个毒 这个技能特别有用 一把毒能毒800多 所以一回合掉血能掉875分 能够看到 对面是个魔翻寸 魔翻寸好像分身是没有回血的一个筋脉吧 应该 这边的话 紧箍咒直接咒起 紧箍咒一个咒起 这边的攻击宝宝打对面好像也不太痛啊 也不太痛 虽然还没有那么高 紧箍咒做起下回要砸了 我感觉 给自己加关灰 CK打得很稳 直接给自己一把关灰加起 加关灰之后的话 我感觉普陀山要砸了 普陀山要砸了 断线木偶 断线木偶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丢 我觉得给宝宝再丢 把紧箍咒就好了 因为这个法宝是不会吸血的 一把紧箍咒做个一千多 对吧 你根本不需要去管 对面翻寸分身 来看一下下一回合 翻寸分身会不会回血啊 还是会回血啊 他回血到一回合回950点血 对吧 一把毒加紧箍咒一回合能做一千 一千九 就没有毒之后的话 就回血跟紧箍咒差不多可以抵消 这边一把砸 第一把砸就找到对面的一个五行 一把砸砸三千 对面的话这个时候军心诀 对吧 先把紧箍咒给解开 这个时候宝宝没有破分身了 人物头上出现了问号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把应该要先挂 先挂紧箍咒再砸 应该 五行颠倒 先挂五行颠倒 有一个看封印 对吧 五行颠倒 如果说五行颠倒 加看封的零四的话 葡萄三这个看封几率还是蛮高的 说句心理话 对吧 宝宝破分身 对吧 拆满数 应该用那个什么 拆定海啊 为什么不散紧箍咒啊 就是葡萄紧箍咒 不可以咒愤怒吗 那么先散紧箍咒 这个龙龟百分百有高度 这个 拒破岩也可以 这个砸 我们说不仅能够砸血 还能够砸三 对吧 这个血条都是三 OK 有高高级毒了 这一把 一把 三千七高级毒 那么再毒个四五百 你看 高级毒再毒个四百 一把四千 什么 这 对吧 人物对吧 五行颠倒之后 对吧 六控 六 六看封 带起 这 妈的三把杂 炸到 我操真的 真的钱 还好我没跟他打PK 我操了 打PK这不得 输给他多少钱 我操 对吧 一把杂就是 就整个咒都不用咒 就是大石头砸你 就没花烧 就给你天上落石头 OK 这边的话 没办法 直接出地厅 慢地厅出不了手 快地厅加不了敌 OK 一把杂 砸掉 我操心 五行 五行 大石头 三千 这边的话 五行颠倒 有法术吸收 能秒一千 完蛋还行 如果加把敌子的话 可能地厅绝杀 我靠 躲避 躲避 总共秒四下 两下躲避 三下 秒五下躲避三下 第六下吸收 我靠 真的 太强了 太强了